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按照这条线慢慢的去填补 我忽略到了两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眉峰 我压根就没有完全的画到它的顶端 一个是眉头 我下侧几乎是放弃了 当我放弃到这两个点子之后 所有的眉形都是一个往下走 去改变了我过于挑的一个眉形 往上提一条直线到眉峰的位置 一条是往下走 从这里开始 往携带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两条线的一个标准 去慢慢的填补它这两条线的周围 那此外呢 这种眉形啊 它的一个下眉圆要稍微重 就等于说眉毛的下色要重一些哦 两条线很容易的就可以完成 欧美风格的眉形 调度要无限大 其实越调越好 或者再夸张一点 眉峰再往外移一点都可以 因为只有这样呢 才能凸显你的眼妆的犀利 方自然眉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要按照自己的眉形啊 以中线 以你的眉腰为主 慢慢的往后延伸 它其实是介乎于 平直眉和挑眉之间 这么一种眉形 眉尾的地方呢 也要淡淡的收起 慢慢的让颜色呢 由浓到淡这种隐去 一条线画眉 我们先要画一条 你想要的方向线 那本身我的眉毛呢 是有一点挑度的 我想画一条平直眉 那我就先来一条 跟我的挑度眉相反的线 很好玩对不对 好像画了一个大叉子一样 接下来呢 就按照这条线 慢慢的去填补 填补哪里呢 就是我的眉下 实际上是不够平的 所以我要填到一条平线 我就按照我画的 我画的这条主线条 去填补它的周围 好 我可以些微的往上 带一点眉峰了 但是呢 又不能完全带到眉峰 要空出一点点 只在我这条线的 一个延长的部分画 好 再填补眉头 稍微的扫一下眉头 因为眉头是不能太齐的啊 眉头一定要须须的才好看 其实按照这种方法而言呢 我忽略掉了两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眉峰 我压根就没有 完全的画到它的顶端 一个是眉头 我下侧几乎是放弃了 当我放弃到这两个点子之后呢 所有的眉型都是一个往下走 去改变了我过于挑的一个眉型 那边缘呢 就是一定要不太齐整 一定要有毛茸茸的感觉 才能做出仿真的效果 最后呢 调整颜色 那欧美妆容最近也非常流行 很多女孩子开始尝试了欧美妆容 那欧美妆容的关键点 就是一条比较有挑度的 很性感的 而且很实在的眉毛 所以怎么画这样的眉毛呢 与刚才的一条线画眉法不一样 欧美眉毛呢 是需要你画两条线条 一个是往上的大折角线 从这里开始啊 从你的正常的眉下开始 往上提 一条直线 到眉峰的位置 一条是往下走 从这里开始 往携带 给自己画了一个三角形 能看到吧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两条线的一个标准 去慢慢的填补它 这两条线的周围 依旧是跟刚才一样 你先不要考虑到你自己的眉形 完全不要考虑它 一定要按照这两条线来画眉毛 不过我们仍旧遵循的呢 是眉头要淡下去的一个习惯啊 最重的地方呢 在你的眉腰 何谓眉腰呢 其实就是你的眉头的向上长的毛 和你的偏眉尾向下长的毛 一个交错的地方 在这里 汇聚的地方 就是你最重的地方 那此外呢 这种眉形啊 它的一个下眉圆 要稍微重一点 就等于说眉毛的下色要重一些哦 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两条线画眉法 两条线很容易的 就可以完成欧美风格的眉形 就是在不断的 去调整你的一个眉形的情况下呢 慢慢的构建出一个 倒着的耐克性 这么形容很贴切对不对 调度要无限大 其实越调越好 或者再夸张一点 眉峰再往外移一点都可以 如果只要 只要你画得出来 尽可能会夸张也没有问题的 因为只有这样呢 才能凸显你的眼妆的犀利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三种的自然眉形 自然眉形呢 其实适合于所有人 因为呢 带有一点点弯度的眉毛呢 会让女生看起来更温柔 当你画自然的眉形的时候 也要考量到自己的脸形 适不适合适 那我呢 本身是一个偏长的脸形 所以眉毛呢 理论上来说是比较适合平眉的 但是我自己画平眉呢 老是感觉到缺少点灵近 所以我会把眉毛稍微画的 带有一点点弯巧度 这样子看起来呢 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花自然眉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要按照自己的眉形啊 你中线以你的眉腰为主 慢慢的往后延伸 它其实是介乎于平直眉和挑眉之间 这么一种眉形 比较好理解 它不会刻意的去改变你原有的眉形 还是按照自己眉形的方向 去稍微的延长 稍微的增粗 所有的一切呢 都要顺其自然 包括颜色呢 也不能太重 所以呢 我这次使的是直随秀眉笔 像这种硬度高的眉笔呢 就能画出来比较纤细的 而且自然的线条 并且颜色是很淡的 注意花这种眉形的时候 眉尾的地方呢 也要淡淡的收起 慢慢的让颜色呢 由浓到淡这种隐去 边缘线也要须须的 虽然手法是刻意的 但是呈现的效果呢 又要表现出一种天然感 三种风格的眉形呢 其实呈现的效果完全不同 如果你想要可爱一点的话呢 眉毛平直一点 是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能呈现出 上你这种 原生的自然的状态 但是挑眉呢 又让你变得非常的性感 有味道 有丰富的这种女人味 所以呢 我觉得三种各有千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妆容啊 还有服饰呢 在三种眉形中任意切换 并换不同的效果 让自己呈现多元的感觉 订阅小红尘TV 并在视频网站下方留言 每期抽取两位幸运宝宝 送口碑面膜一盒 获奖名单 会在下期节目公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